经历绿川旁的复兴圆道共荣市游乐场 设置历史攀爬旋转衣等多样的游乐设施 今年月底市府才对外来开放 但传出赤资百万引进的国外邮局 这使用刚满一个月就损坏了 让民众是大失所望 经过市府水利局到场会看之后 发现是人为故障 提醒民众这邮局使用是有年龄和沉重限制的 也将尽快派人来修复 小朋友试着坐上飞碟转盘 但怎么推都推不动 就连大人来推也相当吃力 原来是故障了 我觉得它不是新的吧 应该是可以用的 像那个就很有趣啊 可是这个应该还可以再改善啊 对对对 所以还是给小朋友玩 这小朋友的游戏的空间 小朋友还是要 大朋友要注意一下这样 这个邮局有一点稍微偏心 那就不好转 那本来是很好转的 那跟各位报告 这边有七个这个措施 所以呢 这其实是我们这边的这个 使用须知都有提到 是三到十岁的小朋友可以来用 那大朋友可以到我们后面 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设施 也欢迎来这边使用 那这个部分虽然有一点故障 我们也近期 在这个三月下旬 我们就会来修复完成 请起用 紧临绿川旁的复兴圆道 共荣市游乐场设置历时攀爬 旋转椅等多项游乐设施 今年一月底市府才对外开放 但传出赤资百万引进的国外邮局 使用刚满一个月就损坏 让民众大失所望 经过水利局勘察 发现是人为故障所导致 这个民众有的看到了 他还是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来使用 这个我们也很困扰 也很困扰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这个宣导 让这个民众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那我们旁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防护措施 其实我们也都做得很完整的 水利局回应 邮局预计在三月底修复 届时会再加强使用限制告示 也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 才能够让小朋友放心安全使用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